果然,湖南为十一出手,就又打出综艺王炸,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,携手TVB为港乐提供专门的舞台,一档生生不息自开播之日起,就收获好评不断,无论是播放量,还是讨论热度,都遥遥领先,看歌手名单, 是谁的青春DNA冻了,老大哥林子祥,今年75岁,早在20多年前就移民温哥华,过上了半退休生活,如今再次出山,还是和老婆叶千文一起,瞬间梦回选择演唱会现场,谁没有在KTV唱过红日,立刻琴的出现让人热血沸腾,不知不觉就跟着他的歌声一起跳舞,还要酷爱紫色的杨千华,出舞台一首无条件娓娓到来,动人动心, 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,还有天后李文难得登场,果然爱笑的女人最美,47岁的李文依旧热力四舍,私下是个典型的社交牛人,有她在布冷场,舞台上就是绝对的舞台王者,魅力四舍,还有李健,毛不易,周笔畅,刘希君,他们和港乐有着千缩万里的关系, 这次参加这个节目就像是自己的原目之旅,和优秀的前辈合作,完成港乐的新时代表达,这个舞台上,有实力雄厚的唱江,也有朝气蓬勃的新人,一个单一纯,中国好声音2020年度总冠军,声音婉转空,一个炎炎灵溪,声梦传奇总冠军,备受瞩目的香港歌坛新秀, 还有横空出世的曾比特,一首初恋感染全场,成功收入港乐时代唱片,出舞台亮相,16位歌手经验亮相,带来了自己精心准备的作品,林子祥,叶倩文,李文,李克勤,杨谦化,李健,林小峰,不用多说,就是一个字,稳,值得一提的是,毛不易的粤语让人惊讶,备在是东北人里粤语歌唱的最标准的那个, 单一纯,严明熙,曾比特,三位年轻人展示了不俗的实力,稍显逊色的,有马赛克乐队和安琪,马赛克的主场粤语发音实在让人不敢恭位,安琪更是选了一首国语歌,唱跳有加分,但歌唱实力实在是被吊打,为了增加看点,节目组想到了男女组队PK,也就是将16位歌手,分为男队和女队两个阵营,两队的队长由观众跳选得出,男队的队长是李克勤, 同龄的李健自觉承担起了军事的职责,筹谋划策,稳定军心,不得不说,李克勤队长和李健军师实在是合作默契,已经由小伙伴自觉刻起一件钟情CP,女队的队长是杨谦化,还记得主持人公布这个结果的时候,杨谦化双手挠头,顿时反倒上心头,不过还好,女队多的是热心人,李文就是其中翘楚,她会帮忙排兵布阵,也会耐心开导后背,是个绝佳辅助, 周笔唱,刘希君也积极配合,为队长解忧,在第一期节目中,女队获得了38个观众期待值,成功赢得了首轮胜利,而第二次舞台表演,有合唱和solo两个赛道,男女队各有三首合唱曲目, 其中有两首是两人合唱,还有一首是三人合唱,林小峰,马赛克乐队,魔动闪霸组成了七人战队,这很有可能是生生不息云年最多的一次合唱舞台,他们演唱的歌曲是情人,林小峰开口脆,但是其余队友太拉胯,尤其是马赛克乐队的主场,尽管比起初舞台,她的乐语发音已经有了进步, 但是和林小峰标准的乐语放在一起,对比太明显,实在跨不出来,和他们对战的是杨千话和闫明熙合作的友,这首歌是杨千话的演唱会必唱曲目,她说,这首歌能够给她带来勇气,也能给歌迷朋友们带来勇气,不得不说,这首歌开场极好,而杨千话和闫明熙的配合相比一张,这一场,女队赢得毫无悬念,林紫祥,曾比特合作单车,一首娓娓到来的抒情歌, 讲的是父子之情,他们搭档配合格外默契,在站台前,你来我往,最后的那一个拥抱更是直接让人泪崩,曾比特的父亲很早就离开了他,所以谈起父亲,他难免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林紫祥老师想起了他的父亲,也想起了他的儿子,一首歌里有两种身份,就像他们说的一样,爱要及时,不要羞于表达自己的爱意,对于自己最爱的亲人,我们要勇敢的,坦诚的, 表白自己的爱意,和他们同场PK的,是刘锡君和丹一纯这个组合,一首来生源同样是抒情歌曲,尽管他们的歌唱技巧和情感把握都很好,但是他们年岁太轻,少了一份洞察世事的沧桑,最后的结果,是来生源支持率46%,洗白单车, 其实,这个结果从最开始的出战阵容就已经确定,只能说虽败有容,两个队伍都在最后一首歌合作作曲派出了王炸,男队是李克勤和李健,这一队双离组合,女队是叶倩文,李文,周笔唱,李克勤和李健是典型的强强联合,一首花火,一人唱粤语歌词,一人唱国语歌词,两人配合起来天月无缝, 尤其是和声部分,好听到直起鸡皮歌吧,这大概就是优秀歌手自带的气场和默契,但相比之下,我更喜欢女队带来的《我要你的爱》,这首歌动感十足,三个人边唱边跳,染爆现场,这首歌完全是李文的风格,舞台上的他热力十足,让人意外的是叶倩文也丝毫不落下风,要知道,叶倩文已经60岁了,能够有这样的状态,他的舞台表现着实让人惊艳, 虽然这一轮的结果还没有公布,但是我猜赢的是女队,《我要你的爱》实在太棒了,目前只播出了六首合唱舞台,两个队伍还各有四首单人曲目,男队为了赢,派出了演出经验最丰富的四位,林子祥,李克勤,李健,毛不易,看得出来他们是志在必得,而女队派出的是李文,杨谦化,周笔唱,安琪,阵容也不弱,从这一期播出的舞台来看,林子祥,叶倩文, 李文,三位实力唱将收获了清一色的好评,他们用实力证明,那个时代的歌手真的能够经不起岁月检验,哪怕沉淀了这么久,但是业务能力一直都在,只要给他们舞台,他们绝对可以经验全场,有人被夸,也就有人被吵,一个是马赛克的主唱,野角粤语发音实在让人出戏,还有一位就是安琪, 一则是他出舞台的演唱实在太拉胯,二来是他对待这次单人舞台的态度,在这么多优秀的歌手面前,安琪多多少少是有点感谢的,得知他要唱单人曲目的时候,他的第一反应是可不可以不唱粤语,后来,李文和周笔唱都过来安慰他,强调以他的个人感受为主,姐姐们还都是好生好气, 但是弹幕已经忍不住了,都在吐槽说安琪不行,态度不端正,质问他不唱广东歌为什么来这个节目,其实,不会说粤语的不止安琪一个,李健,毛不易,单一纯,还有两个乐队也不熟悉粤语,但是他们都会很努力去学习,因为这个节目的特殊性,是致敬港乐,缔造港乐时代唱片,这就决定了歌手们在选歌的时候不能随心任性,其实,安琪的跳舞实力不弱, 还是希望他能够从人信心,用舞台证明自己,这16位歌手,你最喜欢谁的舞台,期待谁和谁合作呢?